用双斜杠进行分割 分割完了之后呢 得到一个列表 它是CUsersLamaPig 那么明显这个列表的最后一项 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名 那么我们反向索引 就得到最后一项 OK 这就是我们当前用户电脑的这个用户登录名 LamaPig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用这个 update的这个方式去生成一个 唯一的这么一个交验值 然后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这也是128位的一个交验值 这么长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产生了 那么假如我的朋友这个名字也跟我交的一样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贱的朋友 什么都抄我的 连这个电脑的用户名都抄我的 那么这两个只是打印出来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们用一个注册码就可以使用同一个软件了 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的 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你每次注册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不可能两个人同时同一刻同一秒 去点击这个注册按钮 生成这个注册信息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借助这个时间模块来对时间进行一下区分 然后把时间的这个值也加进去的 所以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两次的hash 那么第一次hash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个 第一次hash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 用户名 那么打印出来是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 负一个值给它 就买str1 然后再打印它 ok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说这样打不行 那我们就把这个一切掉 可能这样也是打不出来的 对 这样是打不出来的 那我们直接看这边吧 那么把这两个应该是加起来才能打 因为我直接打的话 这可能不是string 所以呢 ok 这边还真是打不了 ok 好我们先把这个 第一个用意户名上上的一个值复制给它 然后起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tring是啥 对 这样可以直接输出了 直接输出之后 哎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打印不了呢 难道是我输错了吗 对 对 我刚才把print说错了 这一出几句就 算上了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 把这个 它第一步算完的这个值 加上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time 再让它算一遍 再让它算一遍 那么第二次算的时候 就不是这一行了 而是这个 manstr 加上time.currenttime 在这 ctime 然后算这一行 把这一行呢 复制给 final string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字符上肯定就是唯一的了 因为跟你当前时刻是有关的 嗯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打印出来啊 哦 这个值为什么是浪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ctime 然后 然后 对呀 这个值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一眼 我们用刚才生成的这个值和这个time.ctime去再生成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这个mysfinal string为什么会是个空呢 OK 这是精确到秒的这么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的这个mysfinal string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mysfinal string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值 把这两个值加一块 mysfinal string加上time.ctime 也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再去进行哈希计算 好 今天这个妖怪问题真是够多 还是没有值 那么我们print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出来 应该是更新了之后没有计算 我觉得是这样 好 这样就打印出来了 对 这个只是更新没有计算 真正的计算值在这里 那么我们把这个finals3重新复制一下 这次再让它计算 计算完了之后 计算完了之后把这值输出来 OK 这个值呢 就是唯一的一个值了 看着这个值我们再更新一下这个字符串 把简面给它删掉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同样是myfinals3 那么这两个字符串呢 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是因为我们加入了这个哈希的时候 这个时间不一样 所以呢 这种方式就可以让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注册 得到的注册码也不同 所以就防止了 那除非有两个疯子啊 我跟我的朋友啊 他什么都抄我的 然后我们注册的时候喊123注册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算法呢 就也没有用了 因为它是同一时间同一个用户名注册的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了哈 这一些注册的东西呢 都是我们只是为了简单的限制一下用户的这个使用权限 那么我们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所有的都限制掉 因为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用户的使用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把这一行代码也copy过来 这是我们完全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代码 在这一边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执行完了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代码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不在这个地方做也可以 在这个系统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在你这个类初始化的时候加上一行 就是说一生成的时候 它一开展键一生成的时候 就把这个注册码啊 生成完了 生成完了之后 在这加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注册码 一开始就空了 好 然后呢 最后的最后 把这个注册码复制到给我们这个 给我们这个全球变量啊 MyKey 这是我们生成的这个注册码 然后最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邮件里边 刚才我们玩的很happy的这个邮件里边 把这个再发过去 注册码复制到这里 好 注册码这里就是 然后再帮我导入进去 好像应该还导入这个OS某块 CTIME 也没有导入 from time import CTIME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册 然后123456789123啊 这里边有个bug 这个邮箱我输入123 它居然也可以通过 这个其实是可以通过软件去解决掉 我们注册提交 然后回来再看我们这边 微读邮件里边应该就有 小麦听书又发了一封 然后呢 看姓名123电话 哗哗哗哗 后来序列号这么长一串 这个就应该是 在时间的维度上讲 应该就是唯一的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完成了我们一个 简单的这个加密注册的这个情况 用户要注册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号发回去给他 实际上是他自己电脑算完的 我们只是兜了一个圈子而已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这个不是专业的加密人员 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大家如果有好的办法的话 也可以发到这个 我的这个这个麦子圈里边 大家一块探讨啊 这只是一个项目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模型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